大家好,我是果音轰 这次距离上次更新都快过了一个月了 各位有没有特别的想我? 那么本期将会为各位带来远古公司发展史的第二期 本期会讲到几部作品 其中有耐克瑟斯奥特曼 耐克斯奥特曼 与孟比优斯奥特曼 当然还有赛文奥特曼X 那么让我们一起进入本期视频 上期节目说到在高斯奥特曼播出后 面临着巨大资金问题与赤字的远古 在2004年推出了一部新的奥特曼作品 那便是耐克瑟斯奥特曼了 他可以说是将远古直接推上了危机的顶峰 将矛盾悉数暴露出来 这部作品作为一部黑暗并且十分写实的系列作品 希望将目标群体从小朋友提升到青年与成年群体 这毋庸置疑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但是这部作品的播放时段 却没有因此而适当进行转变 依旧选择了在城间挡播出 可以试想在城间播出 这样一部色调昏暗 剧情晦涩难懂的作品 对于习惯了看子宫像程度偏高的小朋友们来说 是多么差的一次体验 加上本作相较于上一部 充满着慈爱与温柔的高斯奥特曼的风格 突然出现了如此夸张的转变 这种没有很好的考虑到作品 在商业市场上操作的可行性的行为 让这部作品在当时收视率十分的惨淡 这对远古来说实在是一次非常重大的打击 毕竟耐克瑟斯这部作品的野心是十分巨大的 他甚至拥有着自己的剧场版为TV做铺垫 但事与认为 N计划也因此宣告失败 这使得耐克瑟斯的TV版被大改 从25话开始大幅度缩水 以至于匆匆交代完了签署铃篇后 在最后几集中将原本的西条片和孤门篇几笔带过来 让人非常唏嘘 也成为了奥迷们至今很难释怀的一份遗憾 由此也能得知 远古公司当时面临着多大的危机 但这部作品也确实是画上的句号 留给了世界更多的不舍与想象 尽管耐克瑟斯经历了失败 但远古仍未因此而放弃 咬紧牙关在耐克瑟斯最终化 依然不尽如人意的收视之下 在一周后便立刻播出了新作 麦克斯奥特曼 这部奥特曼风格相较于耐克瑟斯 可以说鲜明开朗了很多 当然这依然是一部严肃的作品 麦克斯沿袭了昭和系列的风格 再度回归了M78星云这个设定 作为与赛文一样的红族赤色的奥特曼 来到了地球 本作回归了正常的奥特曼系列的风格 便是小孩子们看得进去 青年与成年观众也不至于失去了 值得深思之处的总体把控 再加上麦克斯奥特曼 如同他的名字般的宣传口号 最速最强 也让孩童们多了一份 津津乐道的可能性 与吹嘘一波的乐趣 当然放到了现在 也让我们多了一份 会心一笑的可能 好 这部作品剧情上节奏掌控得很好 毕竟本作的编剧团队 也是由18位业界大佬组成 而在整体的设计与方向上 可以看见非常多致敬赛文和初代的地方 说到这里 本作在最初企划的时候 是设定成初代离开地球之后的故事 当然后来这个设想被取消了 而其实偶尔莱克上的杰诺 才是最初麦克斯这部新奥特的原企画 不过因为为了配合后来总方向最速最强 才重新以当年帅气的赛文为蓝本 创作出了我们的麦克斯 当然这部作品其实还有很多可谈的地方 比如大家所诟病的埃克斯臃肿的装甲 其实便是麦克斯的废案 不过亏雷总监督怕死了这个提案 不然想想轻盈的麦克斯要是穿着厚重的装甲 他们不是会违和感也很mix的感觉 这部作品总体上分为了三个单元 其中第二单元便是偏娱乐一些 这就是麦克斯疑似英兵毁于一旦的第16集的那个大单元了 不管怎么说 麦克斯奥特曼这部作品水准很高 而他设计方向上也对上了观众们的胃口 可喜可恶 这部作品的收视率终于弹了回去 这也让远古看到了一线生机 于是远古决定承接着这种单元剧 风味的奥特风格再推出了新的作品 这也是奥特系列诞生40周年纪念作 孟比优斯奥特曼 这部作品比起麦克斯可以说子宫向程度更高了 并且本作作为40周年纪念作 将召开了元老门悉数请了出来 ому头突出 Tiny Legend 顫管理会 下列车 越pable40周年纪念RO 城中途 只用你的几天 进京的召开了 当内导演 由于于宏来 Ultra Man太郎です! Ultra Man太郎だ! ネビウス! 啊! 那是... Ultra Man? 我们的Ultra Man! 同时也将孟比欧斯直接设定成了奥特兄弟世界中警备队的一员 在这部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有着新时代活力 却又不失当年浓郁昭和风味的孟比欧斯的皮套 而且为了这一作更受欢迎 同样加入了双奥特设定 且这并非麦克斯中客串的杰诺一样的地位 而是作为贯穿全剧的长翼角色的神载 这便是难得一见的蓝族奥特曼西卡丽 而在剧情上 将角度放在了初出茅庐的孟比欧斯的成长历程之中 对于孩子们与青年而言应该说会很有亲切感 正是这样一部充满情怀 正统各种奥特系列经典元素都具备了一部周年纪念作奥特曼 它的收视居然很不尽如人意 这确实是让人觉得非常唏嘘与难受 这部作品只有在后期收视才渐渐回暖 可能这也是昭和元老登场的缘故 缘故为了这部孟比欧斯奥特曼 真的算是砸锅卖铁咬紧牙关才将它拍完 可想而知这背后是多么的艰辛 孟比欧斯收视不佳 对此刻苟延残喘的缘故来说 真的又是一技重创 甚至于在这部奥特曼之后 很多人认为我们可能再也看不到新的奥特系列作品了 这种悲伤与无助 对于一个受益无数的公司而言 是多么的难以言语 当然元古公司并没有真的就再无星座问世 在2007年元古推出了一部赛文奥特曼X的作品 这是一部深夜党的成人像特色片 一部典型的反乌托邦作品 这部作品口碑非常好 凶悍而帅气的新的赛文造型 其异而独具风味的世界观 短而惊悍引人思考的剧情 加之最后七爷与安卢重逢这一波大大的心怀 这部作品应该说还是很有意思的 总之元古在孟比欧斯之后 陆陆续续的推出了一些吃着老本的剧集 与剧场版 但已无力回天 于是元古也终于被动画大财团TYO收购 成为旗下的子公司之一 元古家族被全部清空 公司也进行了重组 尽管这并不算元古公司从世界上真的消失了 毕竟至今依然推出这奥特曼系列的新作 但是重艺术重质量 充满着艺术家气节的元古 我想此刻就真的是和世人无奈的挥了挥手 在这个资本运作的世界 没有足够资本支撑下的商业上的失败 会让一切与一切无以为继 无论有着多少荣誉 多少光辉 这个在历史上流民的公司 在此刻卸下了属于自己最精彩的帷幕 当然并非是否认被收购后的作品 与脱胎换古的远古 但这确实是他的一个生命节点 不可忽视 也无法不提及 我想这句 希望大家的心里 永远都闪耀着奥特之心 这句话或许真的是 对那个背负着巨大压力 却咬紧牙关 为孩子们创造着英雄的远古的态度 最好的一句总结 那么本期的节目最后难免有点悲伤 但是也确实是进入了尾声 到此为止 我给大家一起走过了最初的奥克Q的诞生 再到昭和时期的辉煌 平常三节的东山再起 再到苟延残喘最后被收购的结局 我们也算是看到了 属于远古的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不知道各位的内心也是否 与我一样有着十分复杂的心情 有什么心得与体会 还有想说的话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交流 那么本期的节目也就到这里了 下期将会到了赛罗 还有各位争议最大的 银河胜利埃克斯欧部的时期 有兴趣的朋友 希望务必关注后续的更新 当然了 依旧希望大家关注投币分享与收藏 你们的支持是我前进的动力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